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学课本上有一首扣准写的诗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其 举头红日进回首白云低 这一年扣准只有八岁 但退养成了唯我独尊型人格并保持了一生 上面这首诗足以证明扣准的神通特质 再加上他出身书香门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自然不会出现伤众勇这样的悲剧 而是一路绿灯二十岁便考上近试 扣准考中近试是在宋太宗太平新国五年 980年这一年的近试非常牛掰 出了很多大人物被称之为龙虎榜 肃益检榜中有登庸者四人 李浩 向敏忠 扣准 王诞 其为参与几两斤以上者又数人 11号龙虎榜 宫顶城东原路 这些人中扣准是最为年轻的几个 本来年少有为算是优势吧 可宋太宗偏偏喜欢年长的认为他们持重 年轻人则太浮躁 年龄反而成了扣准的劣势 有人劝扣准虚报年龄 扣准正色表示准方进取 可欺君邪 我刚进门 怎么能欺君呢 这番话除了表现扣准的政治以外 其实还有一条那就是自经 扣准后来在自己的诗集里面 就着重表现了这一点 他19岁前的诗作 通通都标注了年龄 比如玉居有怀 这首诗题目下的注释 十年十四岁 十九岁之后的就没有 简直是在坐等读者夸奖 这个动作表现出了扣准报表的自信 他相信以自己的智商 年幼成佳作 弱冠级登科 可以秒掉世上大部分人 他对于此事非常得意的 巴不得让人知道呢 又怎会故意隐瞒 或许是宋太祖感受到了扣准的自信 选中扣准任大理平氏 二十出头的扣准就此踏入志图 年轻人朝气蓬勃 自然胸怀大志 加上扣准也确实有才华 他的追求肯定是非常高远的 有多高呢 皇帝做不了 那就退而求其次当宰相吧 普通宰相又太普通了 那就当个左右皇帝的宰相吧 扣来供谈冤之义 而能左右天子 不动如山 天下位之大众 范仲淹 谈冤之义 的确是扣准一生中 最为风光的时刻 他让宋真宗往东 宋真宗就得无奈往东 不管哄着骗着 哪只要挟着都不是事 只要皇帝听话就好 看着比较反动 结果却是好评大众 其实别说宋真宗这根软葱 就是他老爹宋太宗 对扣准也是又爱又恨的 在经过九年打拼后 扣准干了一件载入史册的事 恩皇帝 一次奏势过程中 扣准竞见 由于忠言逆耳 宋太宗听了不爽 想走 扣准一看小样儿 他不上前就抓住宋太宗的一脚 把他拉回来坐下 听自己把话讲完 更重要的是 宋太宗不怒烦喜 好赞扣准是自己的位争 上游是家之 约震得扣准 游文皇之的位置也 宋是扣准转 夸赞归夸赞 毛了也是会搞人的 扣准很快被升入树蜜院 但他跟志愿张迅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以至于当日皇帝的面大吵 宋太宗很生气 两方全部贬斥 不过没多久 宋太宗就觉得 灭了扣准感觉不对 又把他叫回来了 在扣准的建议下 宋太宗立赵还为太子 也就是日后宋真宗 从立储这点来说 扣准是坚定站在宋真宗这边的 宋真宗继位后 也有心拜扣准为相 谁承想 拜相没多久 扣准就绑架宋真宗到禅州前线 扣准在谈冤之意的表现 可谓挽救北宋设计于亲父之中 要是任由宋真宗迁都 宋朝的未来可就是未知数了 哪怕在这个过程中 扣准无数次强暴了皇帝的意志 但这个功勋还是永留史册 让他有了大宗之名 可在大明之后 还有扣准自身的部族 他太过自信或者说自负了 通过对皇帝的气场碾压 扣准越发坚信 老子天下第一 就连皇帝也得听他的 更别说那些大臣了 这也使得他刚愎自用 目中无人 再加上他心之口快 一张嘴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包括朝臣后宫乃至皇帝在内 对他都颇为不喜 在这种情况下 扣准被贬指是时间问题了 扣准有一个宰相应有的胆识和气魄 却缺少一个宰相应有的气度和哑量 他狭隘而且偏激 讨厌的人他往死里踩 喜欢的人就各种提携 要命的是扣准看人的眼光非常不准 他所亲善的都属于那种落井下石的小人 其中对扣准打压最狠的就是丁卫了 丁卫有才 却缺少一个伯乐 扣准就充当了这个伯乐 一手把丁卫栽培起来 然后被这头千里马给踢死了 扣准看不准人 有人看得准 那就是被尊称为圣相的李航 他当宰相时 扣准曾向他历见丁卫 李航没听扣准的 扣准追问原因 李航认为丁卫不是九居人下之人 并笑着对扣准说 以后后悔的时候 你会想起我的话的 扣准与丁卫善 予以为才见于航 不用 准问之 航曰 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呼 准曰 如谓者 向宫中能一只使在人下呼 杭笑曰 他日后悔 当肆无掩也 准后为谓所轻 是伏杭言 宋氏里 杭传 扣准器重丁卫 丁卫开始也很敬重扣准 但他的性格就是善于逢迎 为了迎合宋真宗签订谈渊之盟 宋朝在军事优势下 签订城下之盟的失落感 丁卫和王亲若一起大搞祥瑞 劝宋真宗天书封缠什么的 每一次都是劳民伤财 生性刚智的扣准对这种行为非常看不惯 还借此调侃丁卫 因为丁卫给宋真宗上报祥瑞的时候 特别喜欢用仙鹤 扣准把他当成了一个梗 一次在关牙看到一群乌鸦飞过 扣准大笑道 幸亏丁卫不在 不然就是一群悬鹤飞过了 从此丁卫就多了一个美称 鹤相 丁卫自立前他知道在相位上待不久 就以退为进推荐扣准为相 他当参政 在一次宴会中扣准的胡子上沾了点饭菜 丁卫见了联盟上前帮扣准清理 扣准笑道 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扶须耶 这就是须拍马之溜须 好心献殷勤却反被呛了一顿 丁副相瞬间黑化 开始为扳倒扣准做不懈的努力 在政治诬陷这方面 丁卫是远胜扣准的 而且还懂得斩草除根 在把扣准和另一个宰相李迪排挤出朝廷后 丁卫还派识者给两个人各送了一把剑 让两位自行联系历史 效仿吴子虚 白旗等先贤 自杀 李迪看到剑后 当场就崩溃了 真打算自杀 被儿子和门客们拦了下来 至于扣准表现完全不同 忠实成为止 李锦囊驻见街舞马前 是将有所诸禄状 制道周 准方语客宴 客多周立也 其逆忠实 忠实必不见 问其所以来之故 不答 众惶恐不知所为 准神色自若 使人为之约 朝廷若赐准死 愿见赤书 终实不得已 难受以赤 准即从陆氏参军 借绿山着之 短财之息 拜赤乌亭 生皆赴宴 致木乃霸 续字至通 见长边 扣准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 一看没有赐死的圣旨 自然不会自杀 在这个铁骨蒸蒸的宰相面前 皇帝的暗示全然无用 扣准被贬的地点是雷州 也就是今天广东湛江的雷州市 位于中国最南端的雷州半岛 虽然在今天这里算得上风光宜人 但在宋朝 这里还是开发程度很低的蛮荒之地 扣准到任后连个住房都没有 苦日子还是有些乐子的 很快扣准在雷州迎来了死对头丁卫 他被贬到了崖州在京海南 比雷州更难更荒凉 而前往崖州必须经过雷州 扣准没去见丁卫 但给他送为一只争扬 丁卫感动不已 请求跟扣准见一面 却被扣准拒绝了 不仅自己不跟丁卫见面 扣准还不准家仆跟丁卫见面 当时他的家仆商量着把丁卫揍一顿 扣准不许把大门关了 算是为丁卫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总的来说 扣准晚年的凄惨在于居所简陋 环境恶劣 没什么钱 尤其在跟扣准被贬钱的奢华生活相比 若差更大 扣准出身高门 二十岁就中了近世 大半辈子都在当宰相 树密史 节度史这种大观 再算上宋朝的超高俸禄 他就没缺过钱 他也非常乐意显摆自己的财力 生活过得非常奢侈 这方面 同时带许多诗人有作品描写 史书也有记载 结果晚年悲剧了 被贬雷舟 俸禄少得可怜 死后连料理后事的钱都不够 扣准于天盛元年 1023年9月病逝后 妻子宋氏带着灵鹫返回故里 运到洛阳的时候没钱了 只好就地葬在洛阳 直到十年后的明道二年 1033年11月 宋仁宗下令将扣准灵鹫 归葬华州下归在京陕西